欢迎收听Coco早餐 能不能够让喜欢露营的人 能够好山好水好景 能够长期的能够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都能够跟我们一样 热爱露营 所以你一定要关心这些问题 让它能够法制化 让它能够规范化 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 中华民国露营休闲车协会理事长 郭冠雄 郭理事长 冠雄兄你好 主持人你好 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中华民国露营休闲车协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 中华民国露营休闲车协会 是一个社团法人组织的一个协会 它的协会最主要是 要推广露营的生活 目前国内我们露营的风气很正 我们协会是在积极推广的露营方式 它露营的方式 大概有帐篷的住宿方式 那还有露营车露营拖车 等等的一些露营的推广这样子 好帐篷的大概是数量最大的对不对 对目前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帐篷的住宿方式 好那露营车的问题 露营车的牵扯到的问题 跟帐篷比起来的话会不太一样吗 露营车的问题大概还是有交通工具的差别 那一般的帐篷大概都是我们的自有车辆 它在帐篷的区域到营地去露营 没错 那露营车露营拖车 它就是要有动力的交通工具 那它的交通工具有别一般的自用小客车的方式 那目前我们国内露营车露营拖车 现在也都可以合法的上路 合法上路 但是露营拖车或露营车的营地够不够多呢 目前我们国内的营地 大概有2000个营地 那要区分露营车或是露营拖车的营地 确实是不多 确实不多 那可数的大概十几个营地以内 是有属于露营车露营拖车的营地 那一般大概都是帐篷的营地 比较多 混杂 那个露营车露营拖车这样 好 那从您自己喜欢露营 您从事的比较多的是帐篷露营 还是露营拖车或露营车的露营 目前我是露营拖车的露营 那其实露营二十几年来 我们也是从帐篷露营开始来升级到露营拖车这样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二十多年来 两种类型的露营你都经历过 所以您的经验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就是说这二十多年来 您看到的整个露营文化从越来越夯 这个趋势可以看得出来 它非常受到欢迎 可是我们在相关的营区的这种规划 或者是营区背后所牵扯到的什么环保 安全 环境的维护 垃圾的处理 这么多年来看下来 您觉得您有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是值得大家一起来谈一谈 一起来让政府在相关的规定上面 可以来做一点点规范的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台湾的露营风际 大概是从民国九十年 周秋二日开始 开始慢慢兴盛 那大部分以前 以前 九十年左右 大概我们台湾的营地 不出两百个 那自从周秋二日大家休假日多 休闲的娱乐也比较丰富起来 那所以说我们的营地 我们的露营人增加了 所以我们的国内的营地 就如雨后春春 一波风的来增长 那其实在国内 我们长期在国内露营 那我们每年也都会组队或是组团到欧洲去露营 这来比较下来 我们的营地真的是比较简单 没有规划的 没有规划 那其实一个好的营地 不仅是只提供水电卫浴厕所以外 他要好好的去规划 他的整个营地的周遭环境 比如说水土保石、污水处理等等 都是要去做一个考量的 甚至于营地的人数的总量管制 这个都会牵扯到他的污水处理 或是垃圾处理的问题 那相对的这些问题 真的我们国内营地组 确实都没有去考量到这一环 没有考量到这一环 那其实这一环 他们营地组没有考量 最主要是我们政府机关 没有一个主管机关来辅导他们 没有来辅导他们 所以我们协会一直在跟我们的工部门 比如说交易部 比如说交通部 观光局等等 一直在推我们 我们台湾要有一个主管机关 来推幻我们的露营地 或是我们的露营生态 这一环 好所以换点来说 对一个喜好露营的人来讲 就像郭冠雄理事长 刚刚所说的 我相信很多露营的朋友一定 你也不会希望说自己 我管他的 我玩一次就好了 不会用这种心态的 因为你喜欢上露营的时候 你大概就会一年 有个几次的规划 所以你会一直重复的去 那在重复去的同时 其实你知道 这是所有的 我们建立起一个公共规范 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因为你会重复的去 所以你当然就不希望说 我下次来的时候发现到 哇这已经垃圾堆积成山了 这边的整个山壁 原来有一片树林的 什么树林都没有了 你不会希望这样子的 你不会希望看到这个小溪 变成脏兮兮的了 我相信喜欢 真正喜欢露营的 我还是要强调 真正喜欢露营 喜欢接近户外的朋友 一定会同意 这一片好山 这一片好景 这一片好水 你希望它能够重复的 不断的 让我们的喜欢露营的朋友 跟我们的孩子 长大以后他来露营都还是一样 这就是大家一起来联手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 就希望让露营很夯 这件事情的背后 能够变成一个规范 变成一个管理 好所以我们今天 我想我们用了蛮长的时间 跟各位一起来讨论 就是希望 这个问题能够得到 各位高度的关注 那李治长 那像露营车这件事情 我也听过不少朋友讲 因为有些露营车的好处 就是说他也不一定要到露营区 他们自己在一些 自己找到的一些 所谓的秘境 他们就可以自己 自己在露营了 所以我待会 我也要请教你 露营车对于环境的 这种如何不破坏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 特别是他不在露营区 他可能就走到 他自己找到了 这些点上去的时候 我们该注意什么 我待会来请教你 好吗 Coco早餐 好欢迎回到Coco早餐 我是代班主持人蔡日平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全台湾现在超过 两千多处的露营的场地了 从过去我最早看到这个资料 几百个地方到现在 扩充到两千多以上 的确成长非常惊人 刚才我们的来宾也告诉我们说 现在大概常态的固定的露营人口 大概也超过两百万了 所以非常惊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了 但正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我们才有一个规范 你要你规范他 好好的处理他 他这个商机才能够能够 连绵不绝的 持续的这样子能够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继续来跟中华民国 露营休闲车协会理事长 郭冠雄 郭理事长来继续聊 好理事长 那我请教您 那像这个露营车 或露营拖车 他们如果不在这个营区的话 他们走到了这种 自己找到的各种不同的点 郊外 秘境 去做这种露营的话 他们对环境生态的这种伤害 或者是可能的影响 或者是什么 您作为一个其中一份子 尤其是你们有一个协会 你们怎么样来呼吁他们呢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他们垃圾怎么处理 他们在水边扎营 或者是那个车子在那个 在那个草地上 或者在那个空地上 如何不破坏那个当地的一些生态 像这些议题你会有什么建议 各位听众朋友 其实露营车跟露营拖车 这个相较于帐篷组是比较便利的 因为露营车上面可以有自备电源 就是它自备电池 它有自备水箱 那所以说它可以不用到自制的营地去露营 它可以就是随时走到哪个秘境 如果有停车场停车的空间 它就可以就地扎营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协会比较不乐见的 不愿意去推广的一种露营方式 因为现在我们国内既然露营的营地 已经有高达2000多个 它可以提供水电卫浴 甚至它可以做污水处理 做垃圾的处理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营地 我们就不太希望我们的会员到外到处去做野营 我们称这个叫野营 因为它随地有停车空间 它就在那边去露营去扎营 那其实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的营地那么多 就是它没有好好的规划 产生了它有些排挤到露营车 或是露营拖车 造就了一些有拥有露营车露营拖车的 他们不愿意到我们一般的自私营地去露营 对 那其实我们台湾 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营地就是一窝蜂的来成长 那所以说它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个规划 没有做到很好的规划 那其实大部分拥有露营车 或是露营拖车的朋友 他们都有走出国内 走到国外去露营的经验 所以说他们才会想要去拥有这个露营车 或是露营拖车的这个设备 那其实这个反映到我们国内政府 机关的脚步没有跟上 那其实我们到欧美去露营的时候 几乎都在很好的好山好水 在国家公园里面在露营 那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大部分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公园 或是国家风景区 或是一些零物及经管的一些地方 的一个管理处 可是他们大概他们没办法跟上我们 我们这些露营伙伴的脚步 所以一直都没有开发 静止开发 那造就了这些露营车 或是露营拖车的爱好者 因为它的便利性 它的自主性 所以产生了说 每到国家公园 或是到一些国家风景区 他们认为那个地方不错 那可能旁边有公共厕所 他们就在那边答应了 那如果说我们一般这些露营车 露营拖车组的 在那边好好的答应 就当一般停车来论的话 其实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游客 你的意思就是说 理事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国家风景区 事实上是没有开放这种露营车 可以露营的 是不是到目前为止 对对对对 可是在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他们是开放的 对对对 那目前我们国内 国内的国家公园 国家风景区 是都不开放露营 但是我们的 所谓的不开放露营是说 连那个帐篷露营也没开放 没开放 都是禁止的 都是禁止的 所以换句话讲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从国外的先进国家的 这些管理规则来看的话 实际上只要管理的够好 够确实的话 在国家风景区里面做开放露营 不是一 并不是一件不可行的事 是不是这意思 是没有错 那其实 嗯 露营伙伴的设备 露营的生态 大概都不是在裸地生活 可是我们的政府工部门 他们都很怕我们的露营 还是维持在以前的通子军露营 我懂 裸地生活 裸地生活 挖个洞堆个石头 对对对 挖个洞生活 或是挖个洞上厕所 所以说他们就很怕这些 OK 灵火灾 污水处理的问题 所以一直脚步不敢 好 所以 你们讲的没错 所以这就是先生导说 当你的心态是保守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刺激一个新的 呃 让排泄的东西落地嘛 因为他自己的露营车上 就已经完全可以整套的 就做处理了 对不对 关键是在这 嗯 其实露营车 露营拖车 他 车上都有 厕所的一个设备 没错 我知道 可是他也有那个 那个 糞便的竹春筒 嗯哼哼哼 他不会直接排到 排到 第一面上去 这样子 好所以换句话讲说 这也就是先生 我们到底敢不敢 愿不愿意 让我们的休闲文化 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 这就跟我在前面七点钟的时候 我做评论的时候也讲了 就说 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 如果你都不能够 用一些管理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话 你你你一昧的进 结果不但扼杀了 这一个产业的可能性 然后最重要一点是 你也不一定进到 真正的效果出来 比方说你刚刚理事长 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 脑海人就在想 我有说到一些郊区去 看到某些地方 就以留下来那种烤肉的痕迹 好 堆了石头 甚至丢了烤肉神迹 还有一些垃圾 那像这种地方 你想想看 它不一定是露营哦 它很可能就只是当天去那里 做一个烤肉而已 可是 可是这种东西 对于生态的环境的破坏 有没有 当然有了 所以回回到头来 你多让这个露营区 或者是烤肉区 被规划成一个 可以管理的地方 它反而有好处嘛 对不对 就说我让你可以进来 但是呢一切都接受规范 那你在外面的 我没有开放的地方 你烤肉或露营 我就会 我抓到就罚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它就会纳入一种管理的规则 然后也也会让这个产业 有一个规则可循 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我是这样认为了 否则的话 像我们现在这样就变成是 大家都不管 看起来很自由 结果很多地方都是被破坏 那你那有一地方 你又过度保守 使得这个产业 这个文化 像你看修露营车文化 它就没有办法去发展嘛 因为它的空间太少了 所以我想我们谈到这问题 其实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放大来看 大概就台湾这个社会 所面对的很多很多的 类似的问题的缩影吧 我是这样认为了 嗯 对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很多 很多修行活动 政府没有好好的去规范它 嗯嗯 就如刚才主持人讲的烤肉 嗯烤肉不见得露营才烤肉 嗯 那一般的游客 一般的游客 也会随地去烤肉 尤其在 对 我们台湾的那个西边 河流旁边 嗯嗯 这么多的好山好水旁边 他们都会很随性的就 对对 处置起来烤肉 没错没错 那烤肉就是裸地生活 那就可能会把我们的水资源破坏 甚至于把垃圾遗留在当地 嗯 那这个我们政府机关 我觉得他们不是看不见 他们有点是默许啊 视而不见这样子 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郭冠雄先生 我想你刚刚最后那一 那个那一段话蛮沉痛的啦 我觉得是蛮沉痛的 因为 有时候你没有动作不作为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种放纵 就是一种放纵 就是一种默许 你应该是要有作为的 我想今天这个 理事长刚刚最后那一段话 最后那几个字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就是你不作为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啊 那也是放任 就是等于是放任嘛 我说就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感谢你哦 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一起联手 来让露营的文化 能够变到一个提升到 成为台湾休闲文化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不好 谢谢 好 感谢 谢谢 好 我是很诚心的 跟大家一起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他能到高度的关注 如果你喜欢露营 你就应该希望 露营的背后 这个产业能够发展 你就应该希望 露营的这个环境 能够永续的经营 你就应该希望我们喜欢 露营这件事情 可以一代又传一代 好 提供给大家 我的代班这三天 也非常希望大家会喜欢 下礼拜一 Coco就要回来跟大家继续主持了 拜拜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